哈喽,大家好,宠粉的怡态又来了 娱乐圈的明星经过专业团队的精心包装 在镜头前展现出的形象总是美丽动人或英俊潇洒 然而,一旦面对拍戏这一表演挑战 就难免要展现各种各样的表情 以传达人物内心的情感和想法 事实上,有些明星在平时出席各种活动时的怡态表现得非常出色 但一旦要面对某些戏剧性的情节 他们的面部表情却可能变得有些尴尬 今天,一看就带大家来看看 娱乐圈有哪些明星 一旦表情过大,就会颜值崩塌吧 在《长相思》中 杨子一开始就因为被不少网友批评为油腻而备受关注 尽管在剧中他饰演男性角色 但一些严性举止仍让人感到难以接受 甚至,在他还是小六的时候的各种对脸镜头中 他的面部特征变化令人难以忽视 法令纹身,扇根凸起,肌肉走势怪异 五官显得不和谐 虽然在恢复女性身份后 随着化妆造型的加持 杨子的面部问题有所改善 但一旦开口说台词 脸部问题仍然存在 特别是静紧镜头或对脸镜头下 他的法令纹变得难以忽略 下颌线和脖子之间的区分也变得模糊 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在同一个场景中 杨子做不做表情的差别非常明显 张灵鹤 妖视镜头下的张灵鹤 笑起来时因为太过用力 满脸的褶子十分明显 看上去全然不似24岁男演员该有的状态 让很多网友大抵眼镜 正因如此 张灵鹤被网友戏谑是褶子精 并不赞同他出演桑岩 因为桑岩应该没那么多褶子 张灵鹤的生图和精细图相差太大 也让不少网友表示精分 质疑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他 其实张灵鹤算是古像型帅哥 脸型十分优越 但因为太过瘦削 笑起来的脸部皮肤皱成一团 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夸张的效果 如果他不做夸张的表情 颜值还是十分能打的 邓维 邓维最近主演的影视剧《长相思》正在热播中 他在剧中扮演涂山士的公子涂山景 通常展现出气度不凡 风度翩翩的形象 然而 在剧中有一个场景 小妖在梅林被虐杀 邓维的表现却让人感到不太自然 在这个场景中 他的五官似乎都不太协调 尤其在大声呼喊时 鼻孔外长 法令纹的走势也显得有些奇怪 一些近景的镜头 还展现了他的苹果肌凸起 鼻梁看起来也有些突出 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拍戏中 邓维在参与综艺节目时 也有相似的表现 做出一些表情或动作时 他的脸看起来变化很奇怪 经常可以在一瞬间发生明显的变脸 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这也让人看到了 明星在表演和娱乐领域中的挑战 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 能够呈现出精湛的演技和表现力 但在某些情况下 如情感极端或托发状况 明星的表情和神态 可能会受到影响 表现得不够自然 周也 周也在《爱摇篮》中 他在前几集里表现得很跳脱 当时不少人截了这剧中的片段 展示他演得有多张牙舞爪 不少人当时并没有看整部剧 光看片段 觉得周也做的表情确实有些夸张了 周也在剧中的哭戏也很夸大 而且太假 对不少观众误解他不会演活泼外向的角色 而且这不是县礼剧 年轻观众看的并不多 所以很容易被误会 还有周也被诟病的最厉害的一处惊吓戏 是在战壕被轰炸之时 大部分观众嫌弃他表现得过于疯癫 认为他不是在打仗 感觉像是在发疯 其实这就有些硬潮之险了 白露 白露的五官拥有不错的底子 但他却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 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表情管理的概念 无论是参加综艺节目还是拍戏 网友总是能捕捉到大量的崩徒 尤其是在奔跑吧中 他频繁大笑 露出牙银 这或许是为了制造娱乐效果 节目组也经常将其作为引人注目的特写镜头 此外 白露在剧中的表现有时候也并不尽人意 甚至有网友将他在不同角色中的崩溃表情 制作成动图合集 一时间也是有了超级多的表情包 而白露让自己研制崩坏的表情 常常伴随着大门牙和嘴唇外翻 这些都暴露了演员在表演时的挑战 即使是舍弃了偶像包袱 然后把表情做得非常夸张 也不一定能更好的诠释角色 陈都玲 想要在上海的人不是我 是你 就算你在上海找不到合适的 这两年 陈都玲虽然还是以青春风格为主 但也逐渐开始尝试一些 自己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就比如红裙 还有其他一些比较优雅大方类型的造型 他的可塑性还是挺强的 经过专业的化妆和衣服搭配 陈都玲看起来像换了一个人 整个人也自信不少 面对镜头也可以很大方地回答问题 不过 形象上虽然有很大改变 陈都玲在在演技上 却没有让人改变多少看法 饰演佐尔的时候 因为太过青涩 反而有一种美 现在他在演电视剧 还是这种套路的话 就会让人觉得 有些过于浮夸并不真实 比如之前他和沈月 一起拍摄了电视剧版的七月原生 现在网络上有一张 他们两个争吵的片段 陈都玲的表情可谓争银 而且带着刻意的夸张感 这种演技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 显然 在演戏这方面 陈都玲还是一个新手 并且在网友们也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陈都玲一座表情就会崩 陈都玲静态的照片 看起来是很美的 但他一张嘴说话 或者一座大幅度的表情 牙齿就会彻底暴露出来 而陈都玲的牙齿并不好看 一座幅度比较大的表情就会很幻灭 跟文静美人时的她完全不一样 沈月 我一个人上学 我一个人上学 在美女云集的娱乐圈里 其实沈月的颜值一直被低估 虽然她算不上顶级美女 但胜在甜美可爱 走日系少女风的她 完全就是大家心目中 青春元气美少女该有的样子 换上公主切发型 走起暗黑罗莉风的沈月 又展现了酷萨冷艳的一面 而沈月在剧版七月与安生的一段哭戏 则直接把自己哭上热搜 歇斯底里的表情加怒目圆征的双眼 如果不说 谁能看得出这是在埋怨去世的母亲 大开大合表情下的沈月可谓得不偿失 既没表达好情绪 又丢了美感 而她在电视剧《我好喜欢你》中的夸张表情 堪称鬼畜表情大赏 醉酒嘶吼的她是这样的 故作紧张的沈月又是这样的 细看之下 唾沫星子乱飞 沈月在这部戏中的表情管理 简直是恐怖极的 只要一做大表情 不仅透露了她五官不够精致的事实 而且还毁掉了自己日系美少女的形象 难怪有网友说沈月是照片 毕竟照片里的她和演戏的她 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果然美女也得找准风格才行啊 博云西 曾经 论遇时期的罗云西是许多观众心目中的白月光 然而遗憾的是 近几年她过度追求瘦削的身材 导致整个人的脸部呈现凹陷的状态 五官也不如过去的精致 这种变化使她的形象给人一种吓人的感觉 也导致她的崩涂愈发增多 罗云西过分的瘦削 使得她的外表看起来不够健康 这会导致在镜头前她的表现容易受到影响 即使不做夸张的表情 她的脸部也容易出现崩溃的情况 而且她在表达情感时更是面临挑战 在她出演的《长月静明》中 罗云西的体重减得非常厉害 以至于她的五官比例失衡 眼眶凹陷等问题无法被粉丝修图所遮盖 这也反映了演员在追求角色形象和外貌时 需要保持身体的健康 过度的减肥和身体变化 可能会影响到演员的表现和形象 因此在追求外表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健康和角色形象的平衡 龚俊 龚俊的五官在娱乐圈中 或许并不是最具吸引力的 相对来说比例也许并不是最优的 特别是她的嘴巴问题非常显著 稍微一张开或者一瞪眼 其他五官也似乎会随之受到影响 给人一种崩溃的感觉 在她出演的《安乐传》中 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远景镜头下 龚俊微微张开嘴巴 显得有些地包天 牙齿也不够整齐 就算与女主角同框出现 侧脸的精致度也无法与迪丽热巴相媲美 那么以上就是一态整理的 娱乐圈中一座表情 就会研制崩塌的明星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什么补充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与一态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一态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一态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了